她从不像其他太太团成员那般耀眼夺目 奢侈品缠身 一条破洞牛仔裤 一件阿根廷客场球衣 这样简单的穿着打扮 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 她的微笑甚至比好莱坞女主还要美 这就是梅西的青梅竹马 球场上王的女人安东内拉 同样是王的女人安东内拉与乔治娜 这两位阿根廷女孩的性格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时尚的穿着打扮 伴随着金光闪闪的奢侈品 就连观战也要穿着落板球衣的乔治娜 在看台上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可安东内拉从小组赛到决赛 穿的都是一件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阿根廷客场球迷板球衣 这跟大家在实体店几百元买的球迷板球衣 没有任何区别 即便不是乔治娜 就连身边的阿根廷太太团所穿的球衣 也基本都是球员比赛的落场球衣 中国有句俗话 男主外女主内 明确的分工能让两个人组成的家庭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梅西的吸睛能力 也能轻松地做到每年都赚上几个亿 如果安东内拉 想借着梅西的光环 增加曝光度来发展刺激的事业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但本分的她总是默默地在身后支持着梅西 带着可爱的三个孩子 穿着那件普通的球迷版球衣 看完了梅西世界杯所有的比赛 对于安东内拉来讲 她根本不需要任何奢侈品 梅西就是她一生最大的财富 纵使坐拥数亿资产 也从不享受纸醉经营 那一切浮华都不及自己的丈夫与家庭 在安东内拉的世界里 有梅西就够了